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力 她的这个经历当中有一句话 我看完以后印象特别深 倩杰说就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时有什么像银行啊 还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摆在眼前 都没去干 对 她干不了 她干不了那稳定的工作 她好嘛 妈 你这 姐 你今天你带她 你拥给啥来呢你说 我觉得妈妈今儿来专业杂场 对啊 先报复单身地儿 她因为他们老家讲话 拥护啥呢你说 你带她来拥护啥呢 她干不了全职 而且你讲的绝对是个事实 她想 她可能想 她说了 她说我现在赠 我一年的目标要挣一个月五万 然后现在我还不够 我还要再找一份职业去 赚到约细务 她给我就算 年底时候妈妈赚多少钱 她是不是受你影响比较大呀 那肯定 那肯定 你最高峰的时候干几份工作呀 刚离婚那是白天晚上都干 就为了挣钱 就为了赚钱 对 你妈现在在别的地方还有业务 弟弟工作也肯定 你赚这么多钱干啥 够花不就行了吗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是对 需要安全感吗 对 你是需要安全感 还是需要对职业有一种 不断超越错的这种 对 是 那个后者 对 我猜她是很喜欢瑜伽 又发现了自己在这个方面 其实还是很有天赋的 所以想一直能够持续向前走 那我问你 全职是一种挑战 你愿意接受这种挑战 并且去尝试吗 前提建立在 我可以维护我目前的 一个店内的情况上 其实倩姐 我想对你说的就是 因为你要计算的是 你的单位时间 哪一个更能符合 你长远的目标 从你的职业经历当中 你确实没有在 规范的体系的平台 有过完整的职业体验 然后所以你带给 你的学生的信息 只是来自你的 个人的学习 而且它是属于 业余时间做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 瑜伽这个领域 是你希望树立 你的专业标签 持久做下去的话 当下如果有一个 特别匹配你的机会 你真的不妨 就是好好投入去 系统化的深度 在这个平台内去做 也许你还有更大的机会 但如果就像你现在 两边都转的话 有可能你哪个都没做好 对 明白了 需要想要又要 可能对于面试来说 有点困难 咱们讨论一下 你们怎么给他建议 进入职场 还是说放弃职场 我跟他建议 就是放弃职场 因为第一个 他的年龄 第二他的阅历 他已经创业这个 他的心就不会定了 哪家企业不敢用他 第二他自己的话 他都应该 他逐渐很强 是不是他跟他妈多像啊 你看 但我觉得他之所以来 是因为他本身 是有一定的平静的 是否他对这个平静的认知 够深刻决定了 他做这个选择 作为他们这种 创业者来讲 如果你想走得更高 如果你有这个志 想走得更高更远 那你就要去 出位 走出来 说实话 因为走出来就要 暂时放弃 因为有他妈妈嘛 我觉得他妈妈可以把他 那说实话 前面这个部分 我们也并没有感觉 他一定要走得很高很远